告诉大家 股市当中呢有一条神奇的线 只要没有跌破 根本不用跑路 它不仅可以帮你规避风险 让你尽可能的近在低点 那么今天呢 这个视频啊 就给大家讲到 到底哪一条线会这么神奇 首先呢 随便打开一个股票的K线图 在一段连续拉升的股价当中 找到一根不创新高的K线 把它标记为0 然后呢 从0开始往前数三根K线 并且第三个的最低价 要小于第二根的最低价 也小于第一根的最低价 那么三的这根K线的最低价呢 就是这支票上涨启动的底部支撑位 以它来划水平线 只要没有跌破 就能够一直使用 反之如果跌破了 那就要赶紧跑 进场点呢也是一样的啊 在单边下跌趋势当中 有一根最低价且不创新低的K线 然后把它标记为0 还是往回数三个数 注意这次呢 是以数字3 这一天的最高价来划线 如果说后续突破当天了 那就是我们的进场点 然后呢 就可以轻轻松松的买在 拉升了起点了 反之如果说不突破 那官网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大家呢可以收藏多看几遍啊 我是飞飞 关注我每天分享一个实战小技巧